富邦終於贏樂天囉 17號 漢將羊頭蘿莉 本季首度先發 七局只掉兩分 終止對戰樂天桃園的七連敗 洪總終於拿下對戰老東家第一勝 蘿莉距離上一次 在一軍先發出賽231天 也是隔了滿久的時間 半年多了 就不多了 再來一個 讓大哲回放路空 所以聖雅的三陣數來到965次 兩號兩塊 回放路空 結果遭到了三陣 這個球真的是沒辦法 兩出局 兩號兩塊 回放路空 讓慧文變成人體電波站 遭到了三陣 一出局 今天獨立所偷出來第4K 對 還是攻他的內側 不過這個是 是 是鋒線的速度 反而不是他的主大球 一出局蠻累 無論如何在打擊 地球就出手滾地球出現 二壘手 傳遊擊 再往一壘手 Double play 雙殺手臂 能讓小球 第2K 這個爛女 靠著這個雙殺的出現 然後莫巴仁將 手速的領先3比2 這一局投完應該是不會再接近 這一球 結果打進了場內 要憑速度傳向一壘 來得及 這個棒球 蘿莉 是又投出了三上三下 今天完成了一個七局 十兩分的好投 來到中間棒次 第三棒的高國林 這球打成在中間方向 穿越形成一隻安打 高國林現在敲專打 對上的跑準是 普通通通過了三壘 之後回到本壘 率先攻下王漢獎第一分 王正堂兩層三二的打擊 第三專打 就有四分打點 兩好一壞 結果攻擊出去 打成在中外一方向的安打 這一分要打回來是沒有問題 所以王正堂敲出了安打 帶有一分的打點 原本在一壘的帶鐵風 都上到了三壘 2比0 2-0的表現 第三度真上打擊距離 這一球打擊出去 在中外一方向的 飛球落地 行前瞻打 這一戰打帶有一分的打點 沒有問題 幫助王正堂 再把領先要回來 比數來到了3比2 後方領先 一分差的比賽 這個半局首先要上場的打者 是第二棒的虎金龍 看他腳趾也算是有 哇 這一球搖中 在左外一方向的聲音源 飛球 愛的破降 在左外一方向 這個時候 胡錦龍能不妨 乍列一個左外方向的陽春 血淚打 是本賽季的第三發 紅包 幫助呼包漢江在下一城 比數擴大領先 來到了4比2 這個球跟進來 這樣揮擊 真的沒話講 跟得很漂亮 紅包漢江團隊也是連續十一場比賽 有全力打的演出 哇 這一球咬得非常紮實 在左半邊的平飛球 又來一把紅包 哇 單局溫瑋軍被打出了第二發紅包 不然啊 半過程也是敲出了全力打 門賽季的第二轟 再下一城 5比2 兩處局之後攻占到了一二雷 看江達先生的攻勢還沒有結束 還是要放在外角嗎 這球打擊出去 在左外野方向的飛球 歐巴 現在可能要清雷了 第一位的跑者回來 第二位的跑者也回到了 最後 王振堂的一個二兩打 帶有兩分的打點 擴大比數的領先 來到了7比2 5分差 這一球 也是很強 也是劍內 劍內的安打 現在又要帶有打點了 李宗賢 今天也加入了棒棒開花之夜的行動 這場打到一分的打點 比數來到8比2 單局的第五分進場 真的 好想贏樂天 雖然有著六分的領先 但今天布曼將的最後一關 一樣推出他們的closer 春宏溫 上場關門 打不打 打 打是不是在中外野方上 非常深遠的位置 打的圈套 想從彈樂回來 現在要帶有兩分打點 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好 比 要 看起來應該要換頭 看起來是沒有要換頭 是換捕手 換捕手 換捕手 陳宏溫這兩場的出賽都很辛苦 單場用球數都超過了30球 這是今年對戰的一個 畫面 對 怎麼樣就是沒有換法 一二天 打擊出去在中間方向 沒有問題 尤其是由接球之後 自殺連包結束了這套比賽 中場 不幫漢獎 在精湯漢獎之中 台季主比七 兩分之差 終於在本季首度 擊敗了六分之差 桃園也終於覺得 雙方對戰了一個7點半 若是尊重的 無疑 氞 給所遊